苗栗一名货车驾驶在11号凌晨 开车行经台一线140亿公里处院里路断时 就后开车四撞中央分隔岛上的红绿灯耗质感 驾驶一度受困在车内受伤送医 另外在台中则是一辆客运公车在路口右转时 跟直行的单车骑士发生碰撞 还好骑士只有轻微擦伤 小货车来路口突然往左偏移 碰得一声冲撞中央分隔岛 跟载转红绿灯耗质感 整台车瞬间谈起 证明状货车车头毁损 整面挡方玻璃碎裂掉落 驾驶一度受混车内受伤送医 车回万返在11号凌晨 郭信货车驾驶开车行星台县 141公里处苗栗院里路断时 因为酒后开车致状中央分隔岛 郭信驾驶酒后开车 加上当时天云路滑 一个不注意失控致状 幸好车祸当时车速不快 也没有人车遭受波及 而在台中北区 三明路与金武路口 已让公车牢路口右转时 因为事件死角 与单车骑士发生碰撞 单车瞬间被卷进车底 公车右侧车与夹车前车头发生碰撞 现场仅夹车驾驶张蓝 双脚受伤 警方调查双方没有酒驾 幸好当时公车车速不快 张信骑士遭撞 说路边没被卷进车底 只受轻微查措伤 后续造折 警方仍在调查理清 记得中部纵道